台湾地区出入境开放超过一年 但旅游市场却独缺大陆 据台媒报道 因不满民进党施政后 连岸关系冰冻 失去大陆游客迁移新海币商机 连祖团赴大陆旅游也被禁止 台湾观光产业工会 日前举行联谊餐会力挺侯友宜 事隔几日后 台交通部门主管王国财3号表示 将在明年3月 开放岛内旅行社祖团赴大陆旅游 今年以来 大陆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促进 立案人员便利往来的措施 宣布恢复旅行社经营 台湾居民来大陆团队旅游业务 但明清的当局至今仍拒绝解除 岛内旅行社经营 赴大陆团队游业务的禁令 让台湾4000家旅行社蒙受损失 全台旅游业者日前习开600多座 为中国国民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参选人侯友遗造势 寻求政党轮替自救 然而每隔几日台交通部门主管 王国才就称将在明年3月 开放台湾旅行社组团赴大陆旅游 就是在明年3月1号恢复 我们组团到大陆 然后大陆他们组团到台湾来 我们也可以接待 那本来是明年春节前要宣布 但是因为旅行业非常的急 他们对于尤其他们的这个营运上面 有些困难 所以我昨天就也跟他们透露说 明年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两岸的观光交流 就是本来我们所期待的 今年7月暑假 9月中秋以及12月 以及农历过年 大家都隐隐期盼 能够赶快开放观光市场 民众还是会看在眼里 到底是政策力多 还是类政策买票 当然王国才他昨天有这样 昨天有这样一个迟来宣布 我们也觉得说 哎呀怎么宣布就宣布 怎么还拖到明年3月 对这是大家普遍的心声 此前岛内旅游业者就痛批 台湾地区出入境开放已经一年 却还不能组团赴大陆旅游 这十分不公平 2019年呢 我们台湾人赴大陆旅游的人次呢 也超过了400万 是占了我们出境人数 市场的三分之一 我们的旅行社 很多的就是他目前为止 只能够做自由行 就是机票住宿 如果说旅客要参加当地旅行团 变成是他要自己去参加当地旅行团 而全台4000多家旅行社 有9成经营大陆市场 明基纳当局 威力安旅游政治设限 等同将旅游业者逼走于灰色地带 还有台媒评论称 如果明基纳当局 执意以惩罚台湾业者和民众 来进行所谓的反中抗中 那不只是愚蠢 更是无良至己 相关问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 谢先生您好 您认为民进党当局解除 附入禁团令 为何要拖到选后的2024年3月呢 因为呢 就是民进党现在选举 只剩下唯一的一招 叫做抗中保台 那如果这个时候它开放的话 那马上会让第一个 整个旅游业活络起来 然后台湾的百工百业 就马上感受到 如果可以去大陆旅游 那大陆这边也可以来台湾旅游的话 那两岸交流发觉 原来并不像民进党讲的这么可怕 那原来大陆人也可以让台湾人赚到钱 原来我们去大陆之后 那边享受到的 也OK啊 并不像民进党所形容的 两岸之间敌对的这么严重 那请问一下 这样抗中保台到底要怎么操作 那很快就会让台湾人民意识到 原来一切都是民进党在骗人 所以虽然他看到了 何友宜举办了这个 这些跟旅游这些相关的人事之后 有这么多人支持何友宜 那可是呢 民进党又想要抢这些票 又不想要让台湾一般民众感受到 原来两岸之间根本不需要如此剑拔弩张 所以他虽然要开放 先满足某一些旅游人士的期待 可是呢 他又不能现在立刻开放 要等到明年选完之后才能开放 这就是民进党真正的目的 那现在民进党是怎么操纵这些旅游业人士呢 他其实有给补助 可是补助呢 是给一些特定人士 那这些特定人士呢 就分别帮民进党选择 选择那些愿意支持民进党的人 我就给你补助 不愿意的呢 抱歉 你就获得不了补助 所以现在整个旅游业 大家都不敢讲话 因为你只要一讲话 你的补助就没了 那民进党就要维持这种情况 一路撑到明年选完之后 他再选择有限度的开放 这个就是台湾人所面临到的一个困难的关头 也是一种悲哀 那要怎么去改变这种状况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台湾人自己要觉醒 明年能够政党轮替之后 大家才会发觉 原来台湾很多行业 不需要生活的如此辛苦 那这是民党最不希望让人民知道的事情 好的 感谢谢先生的点评